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千夕年 千夕年其实是在基督教界也是一个很正义 正义很大的题目 到底圣经讲的这个千夕年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请关灯 可以转那个临时的电脑吗 师母常常跟我说 如果哪一天那个powerpoint就不会讲到 本节目出现了不是平时的一天 在天堡不耐用一千年 我来看这个十一年 那天堡的时候 他带去百年十一年 因为他没有凌达一千年 之二十一年 我去的一千年 出天了 我看过他的天 deputy 但我看了一千年 And they sat upon them,And judgment was given unto them.And I saw the souls of them that were beheaded for the witness of Jesus,And for the word of God,And which had not worshipped the beast,Neither his image,Neither had received his mark upon their foreheads,Or in their hands. And they lived and reigned with Christ a thousand years. But the rest of the dead lived not again until the thousand years were finished. This is the first resurrection.Blessed and holy is he that hath part in the first resurrection.On such the second death hath no power.But they shall be priests of God,And of Christ,And shall reign with him a thousand years. 好 這個就來講謙虛呢 其實聖經謙虛的內容講的不多 那我們從聖經有講的這個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撒旦 撒旦被綁在無底坑 這個約翰第一個看到是有一個天使從天降下來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約翰看到一個天使從天降下來 約翰第一次看到的是一個大力的天使 然後披著雲彩 頭上有紅 臉面像太陽 兩個腳像火柱一樣 這個是第一個從天上降下來 這一個大力的天使他是要叫約翰吃一個小書捲 然後就講預言 然後第二個從天上降下來的天使是大全餅的 很亮光的這個天使 他在十八章 他降下來是要宣告巴比倫要傾倒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第三個約翰看到的從天上降下來的天使 他既不是大力士 也不是大全餅 他是大鐵鏈 他手上拿著無底坑的鑰匙 還有一條很大的鏈子 鏈子要幹什麼呢 要綁那個不在本位的天使 要把他拘留在無底坑的黑暗裡面 等待神的審判 那這個無底坑的鑰匙也不是第一次被交出來 第一次神把無底坑的鑰匙是交給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星星 這個是墮落的天使 不是這個天上降下來 是被摔下來的天使 把無底坑的鑰匙給他 記得嗎 第五位天使 這個鑰匙是要把無底坑打開 有很多像蝗蟲一樣的這些魔鬼就起來 讓地上的人受苦五個月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第三次 要看到天上來的這個大的天使 他是拿著無底坑的鑰匙 還有這個大鏈子 這個天使就是要把這個魔鬼 撒旦把他抓起來 把他綁起來 這個魔鬼有好多個名字 叫做龍 叫做骨蛇 魔鬼 撒旦 要把他綁一千年 要把他綁一千年 這一條龍為什麼叫骨蛇 因為聖經一開始他就出現在人類的舞台上面 就是夏娃 他跟夏娃對談 然後讓夏娃去吃 神說不要吃的那個禁國 所以叫做骨蛇 然後在十二章 起初日十二章的時候 再被稱一次 他是大龍 他是骨蛇 他到地上來是要迷惑普天下 他被上帝在起初日十二章的時候 從天上摔到地上 這是 這一個撒旦的故事是這樣 然後他把他綁好以後 把他抓住以後呢 就把他丟到無底坑裡面 丟下去以後 就用一個大的蓋子把這個坑蓋起來 還貼上封條 NO!!! 聽不到聲音 因為掉到無底坑去了 好 那他為了讓他絕對不來影響世界呢 他就是把他關閉 把他封印 然後讓他不會再迷惑 聖經提到封印的 我看到舊約第一個是但以理 當這個國王要但以理 大家都不能 除了他不能禱告的時候 但以理還是向著耶路撒冷 一天禱告三次 就被人家上告到國王 國王已經公告了 就把他丟到獅子坑裡面去 不是無底坑 丟到獅子坑 為了確定沒有人可以把他放出來 就用石頭把那個坑口蓋住 而且國王就是蓋印章 蓋印章代表權柄 沒有這個權柄的人 是不能夠隨便的打開那個封條 就好像法院那個查封皇子一樣 所以這個神為了確定這個撒旦不會再從無底坑跑出來 除了把蓋子蓋上 神還貼上封條 那記得耶穌死的時候 猶太人因為聽傳說說 他的學生說他死後山內要復活 為了不要發生這樣的情況 他們也是一樣 用石頭把虎木的門口蓋起來 也是貼上封條 可是好像 這一次呢 貼上封條 可是獅子就不吃蛋衣裏 所以最後還是把他放出來 那這一次呢 是貼上封條 耶穌還是復活 封條封不住 但是在啟示錄呢 這個大天使拿著鐵鏈 把他綁著放在這裡 貼了以後就貼住了 一千年 一直都沒有動 那一千年以後呢 這個我們就很奇怪 那既然關了 綁了 就把他判無期徒刑就好了 不是 是有期徒刑 是一千年 完了以後 神把封條打開 把石頭挪開 讓這一隻呢 又跑出來 而且聖經說 必須暫時釋放他 所以這個蓋子打開 這條蛇又跑出來了 然後又來迷惑世界 這個就是最後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神就要來處理整個世界 那這個這個撒旦啊 這個暫時的情況呢 其實在第一次撒旦從天上被摔下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的時間不多 所以撒旦時間觀念很好 他知道說神給他多少時間 他搶的時間做他想做的事情 記得有一次耶穌在趕鬼的時候 鬼跟耶穌說 時間還沒有到 你怎麼就提早讓我去無底坑受苦呢 所以撒旦對無底坑也是很不喜歡去的 他有一個時間的觀念 好 那這個是關於神怎麼處理 把這個撒旦放到無底坑 把他封起來 把他關在裡面 然後耶穌基督就到地上來做王一千年 那發現耶穌基督不是自己做王 他還帶著一群人跟他一起做王 所以約翰看到的是 有一些寶座不是單數是負數 然後有坐在上面的 他們不是只有坐在那邊好看 他們真的有權柄來統治這個世界 那但耶穌說 這是聖民德國的時候到了 保羅也說 有一天聖徒不只要審判世界 還要審判天使 那這是什麼人呢 就是被伊西斯砍頭的這些人 我讀到啟示錄的時候 說為了做見證 為了審得到被斬首的 我想說啊 勾搭在地 就是以前才有這樣 想不到今天還是有 為了信仰 就被抓到海邊 然後用刀子被砍頭 是為了信仰而犧生生命的人 還是有 那約翰沒有被砍頭 可是他被放到巴摩 被放主到巴摩海島道 為了審得到 為了做見證 記不記得開第五印的時候 在祭壇下面有一群人 就是為了神的道 為了做見證 被殺的靈魂 那他們在那邊跟神說 要等到什麼時候 今天就等到了 基督再來了 撒旦被抓到無底坑了 然後他們 就是這一群人 為主的道 而犧牲生命的人 就跟主一同做王 一千年 另外有一群人 他沒有被砍頭 可是他是拒絕 被這個世界 被同化 他拒絕拜獸跟獸的像 還有拒絕接受獸的印記 他們的戶上很場重的代價 有的人 根本活不下去 因為他的生活被約束 有的人 因為不拜 結果就不容許他活 也被殺害了 不能做買賣 那就很困難 所以呢 我看到這裡是 為主而死的人 跟為主而活的人 在基督第二次再臨 在地上要長完全一千年的時候 他們是跟主一同長完全 這一些人叫做第一次護活 所以人的護活有分兩次 這個兩次中間將隔一千年 一千年以前 就是這一批人 為主而死 為主而活的人 就護活了 他們護活跟主一起做王 治理這個世界一千年 那一千年可以說是太平世界 那這個叫做第一次護活的人 他們以基督一同做王 一千年 提摩太后書說 如果我們不管碰到什麼樣的處境 我們可以忍耐 我們可以跟主一起做王 那主耶穌在啟示錄第三章 也答應得勝的人 就是不被受跟受相影響 為了信仰可以堅持原則的人 他是得勝的 他就可以跟主一起坐在寶座上 他們不只在地上可以參與統治這個世界 他們是一個服侍神的祭司 你知道祭司是敬拜神的 所以第一次護活的人 他們聖結了 他們除了跟基督一同做王 他們也是做神跟基督的祭司 彼得前書二章九節說 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那在啟示錄第一章第六節也提到 我們是父神的祭司 所謂祭司就是敬拜神 他對世界來講 他是參與基督統治世界 對神的面前是一個專一敬拜神的一群人 再來我們要看到這個 這個短短的經文裡面 有哪些屬靈的功課 第一個撒旦 我們看到他的墮落其實是有階段的 他分次的墮落 第一次墮落是在神的山上 其實撒旦是兩個最重要的天使 神派他們在基督伯 就是那個約櫃蓋子上面 兩個基督伯其中的一個 他是受高遮掩約櫃的基督伯 他本來是很榮耀的 是好像寶石一樣的 而且是完全的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查出不意 他在神的所有的天使當中 是最高的位置 根據就約一些事情說 他是既然我那麼高 我最好不要只是做 蓋子上面的基督伯 最好我是做 做在師恩座上面的神 他想要更進一步 他已經最靠近神的天使 所以神給人恩典太多 人就在恩典中墮落 因為想要更多 所以第一個墮落 他是從這個神的聖山上面的 這個約櫃的上面的基督伯的位置 變成被神查出有不意 查出不意後 神還沒有立刻把他驅逐 他還是在這個天跟地之間走來走去 他扮演一個檢察官的角色 記不記得約柏說 那個撒旦就在地上走來走去 就跑到神的面前 他還是可以到神的面前 去控告 可是 當他想辦法把耶穌基督 定死在十字架 然後讓他死以後 他以為他得勝了 可是神卻讓耶穌基督 復活升到天上 那個時候 撒旦在天上就沒有地位了 根據《啟示錄》十二章九節 他米迦勒就跟他打一隻大仗 就把他從天上摔下來 所以應該是在 耶穌基督復活 可能是啟示錄完成後不久 撒旦就完全到地上來 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多 所以他開始就迫害神的教會 所以他第二次的墮落 是從天上被摔到地上來 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他從地上被一個天使 把他鐵鏈捆起來 從地上丟到無底坑 所以我們叫做鎂礦玉下 本來是在聖山上最高的 這個基督伯 後來變成從天上被摔到地上 現在從地上被摔到無底坑 剛才我們不是有講到說 還要一定要暫時把他放出來 所以我這一次在看聖地 我感覺到神對撒旦 還是充滿愛心 他並沒有他一次犯錯 之後就把他毀掉沒有 他給他機會 他給他懲戒給他機會 可是他還是叛逆 他還是想要把神的兒子殺掉 那神再給他懲戒 丟到無底坑還不是最後的審判 一千年以後晃出來 再給他一次機會 可是撒旦已經我們叫吃了鐵拓很了心 就是他已經到神給他三次的機會 他還是叛逆 還是迷惑世界 那神最後就好吧 你既然一直要跟我對抗 我就把你晃到一個永遠看不到我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火壺 這是第四次的墜落 所以撒旦就被丟到硫磺的火壺 到那邊就結束了 我們的聖經就結束了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不會再變化了 就是不可逆的 永遠的跟神隔絕 所以就被扔在火壺裡 所以我們看到撒旦的墜落是有分階段的 看起來人也是一樣 神一直給人類一而再再而三的機會 可是人如果一而再一而三 就是不要神的時候 神最後把這些不要他的人 放在一個永遠不會跟神有來往的地方 也就是火壺 這個千禧年其實在教會 我剛才一開始就說是正義的題目 因為千禧年有三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比較傳統的解釋 所謂前千禧年 後千禧年 無千禧年 這個前後是指 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 跟千禧年的時間 到底是在千禧年前面再臨 還是千禧年後面再臨 還是千禧年根本就是一個 看不到的一種狀態 是有但是是我們看不到的 那就分成三種 三種學派都有聖經根據 前千禧年是比較傳統的說法 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犧牲他的生命以後 三天以後互火升天 那升天呢就進入我們這個 教會的時代 那然後呢到了末期的時候 耶穌基督就再臨了 那再臨以後他就在地上建立一個國度 那把這些所有為主而活 為主而死的人就一起跟主 長理這個世界一千年 那一千年結束以後 耶穌就做上大審判的這個白色大寶座 這是下一次我們要講的 然後就把全世界的人 做最後一次整理公益的審判以後 那就把人分成兩個地方 一個是火湖一個是天堂 就絕對的分開了 就不會再分在一起了 那這是前千禧年 當然我們以前在講大災難 那七年呢又有分 可是今天不要讓大家亂 那就不講 因為這個千禧年前面再臨 又有災前備題 災中備題 災後備題 這個又可以再分細一點又三個 可是今天我們就不這樣 大家不會亂在一起 亂整一團 今天我們就說 前千禧年是指 耶穌基督再臨以後才千禧年 所以耶穌是在地上長王犬 這個可以說是 起初二十章第六節的一個解釋 因為這些人復活 要跟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我們知道在起初十九章 耶穌基督已經從天上再臨了 再臨以後就是要帶來千禧年 然後千禧年是另外一個解釋 他認為其實啊 耶穌基督十字架 然後升天以後 他就藉著聖靈 就把這個要讓這個世界成為和平的責任 已經交給教會 教會如果努力傳福音 而且保福音活在生活上呢 有一天這個地上 這真的是在地如在天 那個就是千禧年 所以不需要再麻煩耶穌 耶穌第一次來已經夠辛苦了 我們大家基督徒應該 用心的把這個世界弄成主導文所說的 願你的職業行在天上 如總在天上一樣 他們不知道教會要花多少時間 可是他們很相信 教會有能力 只要基督徒大家好好的跟隨基督 有一天地上會像天上一樣 所以千禧年是由 耶穌基督的門徒在地上所建立的 所以但是我們不知道多久以後呢 這個世界被福音化以後 就變成千禧年 那等世界整個被福音化以後 基督才再臨 然後才做最後的審判 那這個就是 再臨是在千禧年之前還是之後 這個是對教會的信心有不同 前者對教會沒有信心 那你教會再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把這個世界完全改變 一定要等到基督再來 這個世界的罪惡才會被除淨 撒旦才會被捆綁 或者教會是沒有能力 那這個是對教會很有信心 認為基督一次犧牲就夠了 再來是基督的門徒 可以把神的旨意帶到全世界 這個可以說是社會福音的一個高峰 大概十九世紀 大家都不太相信前千禧年 開始相信後千禧年了 那他們的聖經根據可以說 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 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 然後末期才來到 所以這個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 就是千禧年 然後耶穌來就是末期 他來只是要收拾 把最後做一個大總結 就是他來做 只來做這個大審判 另外第三個學派說 其實啊神的國根本不是這個世界看得到的 神耶穌基督升天以後 他在天上就藉著聖靈 就掌管的願意聽他的人的心 這個就是神的國 所以神的國不是千禧年 是在新的世界 所以這個叫無千禧年 好十字架耶穌牲 護活升天以後呢 後來耶穌就再來了 然後呢就大審判 所以無千禧年 不是說沒有千禧年 而是說千禧年 並不是像你們說的 有一天在耶路撒冷 耶穌在那邊就任當做世界國王 然後統統沒有沒有 那個是屬靈的意思 是靈界的戰爭 這個啟示錄是講象徵的嘛 你怎麼可以把它講成具體的呢 所以他們用的聖經是 路加十七章二十節二十一節 因為法利撒冷就在意這個事情 這個千禧年 這個神的國什麼時候來啊 在哪裡啊 耶穌說 神的國看不到 也不在這也不在那兒 在你們心裡 千禧年是一種 願意完全順服神的人的心 成為神掌權的地方 這個就是千禧年 所以地上沒有千禧年 可是耶穌還是會來總結的 那你就看出來 耶穌降臨以後 自己統治世界一千年 或是基督的門徒 努力把福音傳遍世界 世界變成像天國一樣 這個是耶穌才再來 這是後 這個是沒有千禧年 千禧年是在心裡的 所以就有這三個學派 那很清楚的 你看我在講的時候 我是以前千禧年的方式在描述 就是有一天基督會再來 有一天為主受苦 為主活出美好見證的人 會跟基督一起享受 一千年快樂的時間 然後最後審會 最後來處理大審判 然後就結束 那這個千禧年 除了剛才這樣講 撒旦被暫時關 尤其突刑關一千年 然後所有為主火的 全世界的這些基督 第一次復活 那其他的人是不是就不復活 沒有 他說還要復活 可是是一千年以後再復活 所以看起來 人的復活分兩批 有一批是千禧年以前 有一批是千禧年以後 那他說 在第一次復活的人有福了 那我們就看到呢 有兩次的生 有兩次的食 有兩次的復活 那希望我可以把這個 兩者的關係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現在活在地上的 我們媽媽把我們生出來 這是肉體的生命 我們的身體的生命 這是叫做第一次的生 當你有機會聽到福音 聖靈感動你 讓你願意從心裡面悔改認罪 相信耶穌 那聖靈說這叫重生 重生就是再生一次 這是你的靈性的出生 所以人有肉體的生命 是媽媽給我們的 我們有靈性的生命 是聖靈感動我們 然後讓我們接受耶穌的救贖 這個叫做第二次的生 那麼人就有兩種 有一種是生兩次 有一種是生一次 對不對 他沒有機會 或是他有機會 他拒絕 他就只有媽媽生出來 他沒有這個重生的經驗 他就生一次 那結果很好玩 生一次的人就死兩次 生兩次的人就死一次 這個有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管你有沒有重生 你只要媽媽有給你肉體的生命 這個生命有一天會結束 會rest in peace 這個第一次的死是每一個 所有的人都要經歷的 這個死就讓你的身體 歸到大自然 我們這個身體是暫時借我們用的 神從土地裡面 從大自然給我們這個身體 吹一口氣讓我們成為有靈性的人 可是我們叛逆了神 我們的靈性就死了 然後神就讓耶穌基督來 給我們重生第二次生命 讓這個屬靈死掉的生命的人 可以活起來 好 那不管你有沒有 你最後這個身體 都要還給大自然 所以就是第一次的死是 所有的人都一定有的 身體歸土 然後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人 重生的人 他就在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他是先復活 因為他們是被主所救贖 為主死 為主活的人 他第一次復活 就是耶穌再來的時候 他是與主同坐王一千年 可是還有另外一半呢 他沒有接受這個生命 他只有這個生命 那他有復活嗎 他也復活 所以千萬不要講說 信耶穌的人才復活 你信不信耶穌你都會復活 翻句話講就是沒完沒了 如果一死白了就還好沒事對不對 這些人一千年後 他也復活了 他復活不是坐王 他復活是受審判 因為他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 他自己要承擔 他這一生所有決定的責任 所以 這是第二次復活 這是第一次復活 這兩者之間間隔一千年 這個復活是與主同坐王 這個復活是被主所審判 所謂的審判就是永遠跟神隔絕 那個就被稱作第二次的死 是永遠的活物裡面的痛苦 第一次的死其實是恩典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身體啊 越老就離離落落 就有很多問題 到最後像得癌症就是會跟神說 讓我死吧 因為死只是這個身體歸途 我們就得到安息 所以很多虎目上面就寫RIP啊 Rest in peace 所以第一次的死也是暫時的 因為不管你有沒有信念書 這個不是永遠的 因為你會復活 可是第二次的死是不死的死 那個可怕 他說那個是永遠活著的 神給每一個人有復活的身體 永遠活著受苦 所以第二次的死是 靈性跟神完全隔絕的狀況 而且是永遠 就是那個太可怕了 所以神不願意 甚至包括撒旦 不願意他掉到火屋裡面 記得嗎 神給撒旦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四的機會 給我們每一個人也是一樣 神就是不願意有一個人沉淪 甚至包括撒旦 所以剛才聖經說 一定要暫時的放他 看看他關了一千人 會不會悔改 結果很可惜 撒旦還是不悔改 不只不悔改 地球上的人不悔改 還是不悔改 所以才有最後一次世界大戰 哥格馬格的世界大戰 就是下一次我們要講的 就是最後一次的叛逆 神說好吧 我已經給你們那麼多次機會了 人盡益智 你們既然不要我 我還為你們預備一個 永遠不會碰到我的地方 那個地方 就叫火湖 好 這裡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 成聖 成聖 成聖看起來 在聖經記載 我們有 因信 就在神的面前 被神稱作聖徒 還有 我們就 然後慢慢的生活上 就是靠著聖靈的感動 還有聖經的話語 我們的生活 越來越像耶穌的樣子 這是 生活上慢慢成聖 可是我們死的時候 恐怕還沒有一百分啊 那怎麼辦 那這裡就提到 最後這一段呢 神幫我們做 所以呢 這個 我們看到過去 為我們犧牲在十字架的 耶穌基督 我們相信他 那神就把我們 因信稱義 我們就被稱作聖徒 這個叫身分成聖 我們如果不停在那邊 這個在西伯來書十章十節 那我們對那個 為我們復活的主的生命 接受他 我們跟隨耶穌的腳蹤 我們的生活上 越來越有耶穌的樣子 這個是第二個階段的成聖 叫生活成聖 一般第一階段 我們常說因信稱義 這個是靠信成聖 這個在羅馬書十二章第二節提的 可是耶穌再來的時候 給我們第三階段的成聖 就是你整個生命都成聖 你不會再犯罪了 在這裡是可以勝過罪 但是你還可能犯罪 所以第三階段的成聖 是生命的成聖 所以我們說 基督徒成聖 有三個stage 三個階段 身分 生活 生命的成聖 這是我們今天看的 起書錄二十章 第六節 那我們做基督的門徒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職分 我們的角色 耶穌基督在地上 他說先知在本地本鄉不被尊重 先知就是把神的話 講出來 那我們做基督的門徒 在這世上也是一樣 要扮演先知的角色 所以使徒行傳 第一章第八節 耶穌跟他的學生說 你們到普天下去 要做我的見證 要把有關神的事情 救恩的事情 要講出來 這是做見證的角色 再來 這一些人還是祭師 他不只是先知 因為他在神的面前 在別人的面前 是為主做見證 在神的面前 是專一的敬拜主 他是祭師 耶穌基督 把他的生命獻上 成為一個最大的祭師 我們也必須要 把我們的生命獻上 成為活祭 成為榮耀祖的一個生命 這個是祭師的角色 最後一個是 在耶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我們會參與基督統治這個世界 這是君王的角色 所以基督徒有這三個角色 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角色 因為敬拜的角色 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對別人不一定有幫助 這個是以後 千禧年的時候 才會扮演的角色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上 最重要的是 扮演做見證的角色 所以史實行算 第一章第八節 是我們每一個人一生當中 要努力做的 如果我們努力做 我們就可以在神面前 成為一個專一敬拜主的祭師 將來可以參與 基督統治世界一千年的 君王的一個 所以呢 我們希望 我們大家都可以 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耶穌基督被審判的時候 彼拉多抓了兩個人 放在審判台上 要老百姓做決定 因為他有特色的權柄 可是兩個 射一個 他把耶穌擺在這邊 把巴拉巴擺在另外一邊 然後他要大家選 結果想不到 大家激然選的巴拉巴 這個故事很好玩 這聖經沒有解 這個巴拉巴本來以為他會被判死刑 因為他被關在死牢 抓出來 想不到得到這個機會 看一看耶穌 不論是他 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他想大概人家不會要我 大概會要耶穌 想不到 他們要巴拉巴 把耶穌定死 所以因為耶穌被定死 巴拉巴就被釋放 無罪釋放 聖經的故事說 耶穌被定在十字架快死的時候 巴拉巴滿臉胡塞 就站在十字架下面 遠遠的地方 看著這個他不太認識 可是因為他被判死刑 所以巴拉巴就逃掉 逃掉一劫 聽到耶穌說 父啊赦免他們 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 那故事說巴拉巴很感動 他覺得這樣的愛很偉大 他就不再做壞事了 他就到處宣揚 有一個人替我死 所以我從今天開始我要替他活 這是叫巴拉巴成為一個宣道者 他的傳的福音 他只有一句話 他為我死 我替他活 保羅也跟提摩太說 你也要在許多見證的面前做美好的見證 我覺得最好的見證 就是為替我們死而護活的主來活 你可以做這美好的見證嗎 當然在伊西斯統治的國家 有一些人是就被砍頭了 他就是為主而死 可是我們大多數的人 是要為主而活 不被這個世界同化 活出一個美好的見證 那主再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君尊的祭司 我們也是榮耀的君王 參與主 統治這個世界一千年 我們一起低頭祷告 主我們今天看到 神你對撒旦 還是充滿愛心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給他機會 可是他堅持不悔改 主你也給我們每一個人 一樣的愛心 一而再再而三的 給我們悔改的機會 而且你要我們這些 接受恩典的人 能夠活出一個美好的見證 好讓更多的人 有悔改的機會 他們是看不到耶穌基督 他們必須要看到基督徒 在世的生活 有沒有不為自己活 是為替他們死而護活的主 來生活這美好的見證 才會有更多的人 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愛 進到神國度 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有這樣的心智 像巴拉巴一樣 主你為我們死 讓我們願意為你活 活出美好的見證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來唱回應的詩歌